大家好 之前有介紹過如何用小算盤來計算 重量跟質量的換算 那我們今天來介紹 如何用小算盤來做一些 位元的換算 好那我們一樣是用Windows鍵加R 叫出執行視窗然後 CLC 是標準的介面 那我們可以按這邊 來到城市設計人員的介面 好那可以看到這邊 有2進位 8進位 10進位跟16進位 好那我們10進位呢 按一下 比如說我們打1024 1024 會跑出1024的 2進位 就是0跟1的組合 然後8進位是2000 再16進位是400 好 把它 消除 那我們也可以直接用16進位 來輸入然後換算成其他的進位 譬如說 A5F 16進位的A5F等於 2進位的1111 1111 因為他一組1 一組的 4個 1就是等於一個F 就等於16 10進位的255 10進位的255 又等於8進位的377 那下面還有其他 進階的功能 他可以做OR XOR NOT END的換算 那這邊就等各位朋友自己來使用看看喔 好今天到這邊為止 謝謝 對